大家好 我們是夢想動畫 今天夢想展示的不只是動畫 是一個互動的內容 那現在是用我們時下最夯的裸式3D 所以你在這個立體的轉角 就可以看到最立體的畫面在這個位置上 那我們做的也不只是動畫而已 前面還有一個感測器 那這個感測器可以幫助你去控制這個裡面的貓咪 那這隻貓咪呢還是我們夢想自己產製的IP 你看我的T恤 這是2D的T恤 這是我們公司設計師自己做出來的IP 那我們再把它數位化應用到我們各個的展覽中 可愛啊 沒錯 叫做妹妹 我們公司有四隻貓 然後這是其中一隻叫做妹妹 這個怎麼玩 就是你按這邊的按鈕 它會產生這些障礙物下來 然後你叫貓咪 它就是這隻功夫貓貓 等一下它叫做功夫master 那怪獸會把它咬掉啊 蛤 那怪獸會把它咬起來 不會不會 它就是靠這個貓咪去把這些障礙物去打掉 它就在訓練功夫一樣 所以它身上穿的衣服是李小龍的功夫裝 它在訓練自己 它正在練功夫的貓貓 一個人玩 對 它就站在正中間互動 有 它現在就是轉 你看它做的什麼動作都是一模一樣的 沒錯 它現在化身成貓咪 沒錯 它化身成貓咪 然後在虛擬世界裡面訓練自己的功夫 變成功夫master 可以啊 但是它主要是手在動而已 主要是抓手 因為裸式餐廳有一個美角 就是它必須要站在特定的位置 然後你從這個角度看才能 沒錯 功夫 master 然後變成master 然後它還有新的橋段可以玩 好 謝謝 謝謝 你們好 我們是正修數位系的3D廣告組 那我們的作品主要就是以汽車的3D廣告做主題 那我們的場景是設定在女孩的夢境中 那女孩的夢境中呢 就會有女孩喜歡的糖果零食 來為場景增加我們的豐富度還有可愛度 對 那當然 那有沒有互動的一個動作啊 沒有 就純粹看而已啊 有 就她跟她的家人會在夢境裡一起搭 搭著車探險這樣 對 所以一直搭著車就對了 對 那怪獸的話就是會為整部廣告去增加那個追逐站的刺激度 對 那如果被怪獸抓到會怎樣 可能就會被甩出去之類的 那這個一個遊戲叫做長的時間 我們是做影片 然後影片的部分一段大約是約40秒 那我們總共是做兩部影片這樣 是的 對 我們的主題是劇情像橫向RPG遊戲 然後我們是以劇情為主的 那個2D橫向卷軸 那我們前面的話會有一段開頭動畫 是在講述說 欸 燈籠的由來 那 這是我們的女主小時候的回憶 那這個燈籠是貫穿我們遊戲的中心點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是要就是說 欸 燈籠是爺爺留下來的東西 他傳說中是可以實現人們願望的燈籠 對 他是有能力的 那這邊是在鋪陳說前面 可以 可以遊玩 我們的話就是 欸 我們是現實跟夢境交叉的遊戲這樣子 然後 去了解說就是 女主的過往跟了解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是現實的部分 那我們的劇情大綱是男女主 因為中間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導致女主有那個精神不敬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要就是透過就是燈籠實現他的願望來解決這個 嗯 那我們這邊的話是劇情是這個 這邊的話是男主角喜歡的書 那這邊都是做鋪陳這樣子 喔 還有看山海經喔 對對對 我們 我們的山海經都是作為就是遊戲中的怪物 都是參考山海經的 那每個都可以就是都有參考這樣子 目前還沒有投放很多這樣子 因為我們 團隊做人員比較少 對對對 那我們這邊用不同的字體來表達說 不同的人 我們這邊沒有主持 其實是因為說 男主角已經死掉了 那這邊的話是女主角一個人在自言自語 他沒有辦法去接受說 欸他男朋友死掉這個事實 所以我們通過夢境去 讓他走出這個傷痛這樣子 那他什麼時候發現這個燈籠有這個神力了 沒有他就是現在從回應這樣子 因為之前都沒有實現嘛 那現在因為女主已經到精神已經到非常的低迷了 所以因為是爺爺留下來的 有點像是爺爺想要幫助孫女那種感覺 所以是他自己去就是 讓他引導到這個夢境這樣子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是夢境裡面 我們夢境跟現實做不同的區別是 欸夢 現實用比較寫實的畫法去弄 那夢境的話是用就是水墨 水墨風去弄 武侠水墨風 欸對 謝謝 然後我們的話 這邊可以進行對話 那我們這個兔子有點像是燈籠的化身 所以他會知道說 欸女主角來這邊的目的 那我們的夢境是用誘導式的劇情去讓 就是玩家慢慢去了解說 喔這就是男主就是我男朋友的夢境 因為一般的你到夢境的話 你可能會不知道說沒有目的性嘛 你做夢沒有目的性 所以我們這邊是用引導的方式 那我們這邊會有任務一是採集就是文經國這樣子 好這樣子 好 我們是正修數位多媒體系 好 我們是台東大學數媒系的同學 那他們是瑪莎莉莉 主要是在介紹關於一些原住民女性的一些 像比如說藥材 然後用了藥材的一些 那他是主要講述那個母胎的女子 然後生理痛的 生理性的那個痛的一些東西 然後會用藥材然後去治療一些傷痛 那這主要是結合我們台東的在地本土的東西 對 就是一些 像比如說這些的話都是他們的藥材 然後因為這一組的話他其實有入圍決旋 對 而且有一些預計的就對了 對 對他們不是因為他們主要 跟原住民會比較緊緊想扣一點 對 也不是是他們傳統的治療方式 對傳統的治療方式 像這個啊 他也是可以就是 燙水可以治癢什麼的類型 像這種 對對他就會大概介紹一下 然後 對然後 耳機的部分他可以 可以聽 他會用他們的語言去講一些 那個這些話 然後怎麼唸這樣子 然後有足語 有請他們的那個老師 陳老師去講一些話 還有他們的一些那個長 呃長輩們 對 比較特別的是 因為他們現場其實有很多草藥 可是我其實不太熟悉 其實可能要等他們主員回來之後 對對對 才可以跟你講 對 對對就是盧凱族的女性 然後他們有口序 他們是從屏東遷徙到台東那邊去的 對 然後這裡主要是佳嵐 對 台東的佳嵐 好 那我們這個是東感光波 那他取決於來自東部的力量 就是有一種東感光波 就是發生能量的感覺 把我們四年所學集結起來 然後去做一個最後的匯集 然後 泡泡他其實有一種 呃 他每個其實形狀都有點不太規則 有一種 我們的靈感啊 其實每個人都不一樣 大家都有想法 然後碰撞印在一起 其實會產生不一樣的火花 對 對 上面的話是我們的Logo 對 然後他主要的話是可以轉的這種 就會有點泡泡 嗯 泡泡的感覺 啊像這個的話也是他們做那個 視覺的那個周邊設計 好那這邊的話是我們 欸 去年才剛推出的一個雙人飛行的 一個觀影體驗 那他其實最主要的話是透過 就是我們是戴VR的頭盔 然後去進行一個看影片的體驗 那我們整個飛機的外型也是就是配合我們的影片內容 其實就是設計成一個F-18的那種空戰的方式 但裡面的內容也是一樣 就是可以看到飛機然後再飛 然後還有就是 戰鬥機跟敵方作戰的一個影片 對 這個的話主要是觀影體驗的 沒有 這邊的話就是模擬我們 就是真的有人在開戰鬥機 然後就是你可以去體驗說就是 比如說他發射或者是飛機起飛降落 然後還有他射子彈那種體感 都會在我們的影片裡面呈現 我們的體感會動 那我們主要的話就是看影片 然後是透過我們的VR頭盔 對對就是可以看到 聲音也有 然後可以看到360度的畫面 就你裡面都可以自由的旋轉去看 都可以看到我們的畫面 這邊的影片的話我們大概會有八分多鐘以上 我們自己是做的一個數位內容 那會搭配我們的模擬器去做一個天空翔翔 然後戰鬥的體驗這樣子 對 對 可以可以可以 下次可以可以 這都是MIT啊 對啊 你們歡迎歡迎帶來體驗 對 大家好我們是今年福人大學應用美術系 我們呢 今年是負責形象就是 時光機 Veritype 然後我們的主題的精神是 自由不設限 以自由不設限的軌跡 作為我們將帶入了互動的 這個形式在我們主視覺的結合 從中來體現了應用美術系 它跨領域的精神 而跨領域當中又分為了四個組 驚弓 試傳 以及試射 還有我們的電腦動畫的部分 那我們將今年的主視覺 以蒲公英的內核 象徵每一個來到我們服人 來到我們應用美術系的同學 來創作的靈感 來自世界各地 並且凝聚成不同的型態 然後呢 將畫出 將它凝聚成不同的型態之後 再散播在各個地方 應用在生活當中 也如同蒲公英它本身的性質 就是 它吹散之後它就會散播各處 並且重新發芽起來 那你可以看到我們今年的互動手勢 是結合了AART的這個構成 也象徵了我們應用美術系的縮寫 就是AART 那透過手勢的互動 我們可以看到它會根據它的手的形態 而去轉換成了AART這三個字母 並且你可以透過互動的形式來表現你不同自己的主視覺的樣貌 對 那也進一步去傳達了平面與互動 在這樣子跨領域的精神當中 是我們應用美術系想要傳達的 就是這個互動牆的概念 它的主要的目的是想要邀請觀眾來畫出他們自己的軌跡 然後進一步呼應我們應用美術系四個組的特色 也是我們這次的主題是時光機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想要 它的核心概念就是自由不射線的軌跡 所以才做了這一個 這個 這個互動主要是我製作的 然後視覺設計是它 然後我主要是負責動態跟互動設計 首先我們有四個同學 我是負責主視覺的 而這位同學是負責互動設計的 然後其他同學則是負責了 像是我們大家需要的周邊的印製 以及專刊的設計 還有網宣宣傳等部分工作事項 你好我是輔大應用美術系動畫組的學生 那這是我們今年的壁製 我們的作品叫紅花 那我們主要是以女性 出月經第一次來為主題 那我們就用紅花來代表月經本身 可能因為可能寫著紅色的 直接意象紅色 那也代表說就是月經第一次來 可能就會感受到無比的恐慌那樣子 對所以無比蔓延這樣子的一個意象 那我們故事中呢也就有兩個不同時空 一個是可能比較七八零現代 那時候可能對月經的關鍵稍微保守一點 比較避而不談 對對對 所以在那個時空我們的角色呢 他面對月經的時候就會是不知所措 非常恐懼這樣子一個人獨自面對 那我們又到另外一個時空 比較是現代可能兩千年之後 那到這個時候呢關鍵開始比較開放 比較願意去談 那所以我們的主角 他自己當媽媽時候 現在在現代時空自己女兒面對到月經 他就能用比較一個開放可以去談的角度 幫助自己 對 就可以去幫助自己女兒度過這次難關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佛倫大學應美謝謝齋子傑 我是陳冠穎 陳志勤 好 那我們其實是我們的主角重金屬樂團 那我們其實是在做重金屬烏軟的 主要是想用重金屬樂團的這個 主要是想用重金屬樂團這個概念去介紹 重金屬烏軟的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就找了台灣比較常見的 四種重金屬烏軟歌共同籤 然後去搭配四件比較大的重金屬烏軟事件 然後去針對我們組成這個重金屬樂團這個團體 去做了一系列的就是樂團周邊 然後再去講重金屬烏軟 然後再去講重金屬烏軟 這是我們創造的重金屬樂團 對對對 所以就是針對他的一系列的周邊 然後我們去講重金屬烏軟這件事情 我們想用一個比較有趣的方式 然後就是介紹重金屬烏軟這件事情 然後我們有自己說我們有就入圍 就是葛萊妹這樣的 對是黑膠唱片 對是黑膠唱片 因為我們的黑膠唱片的話 我們是有一個就是專輯概念 就我們專輯概念是重案現場 因為我們覺得烏軟有點像是一場就是 環境裡面到處都充滿證據 但始終就是終結不了的案 所以在裡面給的就是 幫我拿一下好不好 所以在裡面給的就是成員的專輯小卡的話 我們就會以一種就是犯罪紀錄小卡的方式去呈現 然後再帶入重金屬烏軟的資訊 這樣子 是真的真的 對對對 他就是嚴重超標的 因為我們有一個 因為我們有做一份就是報紙 然後是在講就是 有關於我們整個畢業製作的 有點像濃縮精華的部分 然後就想說就是可以蓋在上面 對對對 蓋在衣服上也可以喔 也可以也可以蓋在那個脖子上 手上也可以 對對對對對 我們的重金屬1 就是就是粉絲專用的 然後後面的話 會有就是可以自己的 就是可以寫一下 我們會幫你寫自己的噴漆字 這樣子就屬於自己的客製化的 對 可以可以都可以穿 不會我們有到2XL 我們有到3XL也有 像他是主唱話 因為他是主唱他是 沒有他就是一個概念的 因為他每一個層面 其實都代表了一種金屬 對 然後我們這邊有一張就是 世界巡迴的主視覺海報 對 世界巡迴喔 對對我們現在是第二層 就是放肆大賞這樣子 對 然後就是主要是想用巡迴的這個概念 去講其實重金屬物軟也是在環境中 不斷的在到處循環的這個部分 嗯 大家好 大家好我們是 富人大學應用美術系 我是簡潔瑜 我是王子歡 我是超音 那我們這一組呢叫做 世事驗光所 那驗光所呢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測我們的近視 但其實不只是近視會讓我們的眼睛受損 還有像是青光眼 視網膜病變 白內臟跟黃斑部病面 這些都有可能會讓我們的眼睛造成不便 那嚴重呢就可能會像近視一樣 可能會導致失明 所以我們就透過比較直接的方式 可以讓大家體驗看看說 喔如果我真的得到這些疾病 我可能會有怎麼樣的視線 然後來讓大家更加警惕自己的眼睛 像是不然我們一般來說 我們都常常聽到說 視力保健很重要 但其實大家就是聽聽而已 並不會有實際的作為 如果我們發現我們得到這些疾病 可能會有怎麼樣的視線 那我們自己的感受可能會更加的深刻 那我們對於視力保健就會更加的強 就是對於這個意識會更加的強烈 那這個呢就是我們做的眼鏡體驗組 它是這個是青光眼 那它是真的可以戴在眼睛上的 然後跟 對對對我們做出像 那就是每一個視線呢都是它大數據會 最有可能會有的一些疾病的視線 那這個就是視網膜病變 那它會有一點點像是非紋症 那它跟非紋症不一樣的是 非紋症是會不固定的跑來跑去 但這個是固定的 那我們可以戴上去我們的眼睛上 那跟近視一樣它的嚴重程度呢 是會層層疊加的 所以我們做了不同的程度 然後可以讓大家體驗看看 如果我是可能輕度的青光眼 跟重度的青光眼 會有什麼樣子的差異 那如果我們在輕度可以早期發現 可以早期的治療 那就不至於到這麼的嚴重 那現在的3C很普及 那我們大家很喜歡看3C用具 那希望大家呢可以體驗看看我們這一組 然後來更加保護自己眼睛 不要這麼喜歡看3C產品或是電視 適當的休息多多看一些綠色植物 多吃葉黃素 謝謝 嗨 大家好 我們是福人大學應用美術系的 視野傳家組 我們是方便72便 三個是來這邊放市大廠的公測大使 對 那我們做的這個專題呢 就是方便72便 我們主要是在推廣公測的禮儀 因為我們有發現到說 大家好像比較重視的是 公測的一些設備 硬體設備 反而大家忽略了 有關使用者行為 或是如測禮儀這個部分 因此我們用這個比較可愛的插畫 有趣的文案 還有這個鮮豔的配色 來吸引大家的注意 那我們都是用這個角色 它叫做方便 它來便這72便 那紅色這部分就是錯誤示範的部分 綠色就是正確示範 那像是比如說 像這個好了 我們就是說 有些人其實會把公測的馬桶做帶回家 那我們就形容成 你是不是在幫公測搬家這樣子 對 那我們都是用這種有趣的轉化來做 然後這邊還有一面 是 像這個是說 比如說在高鐵或是什麼 交通工具上面上廁所的時候 然後應該要抓好 不然如果說它突然煞車 那我們就變45度了 對對對 這個 對 這個綠色就正確示範 你說像這個嗎 因為如果說我們男生在上做事的馬桶 然後我們要先把那個馬桶坐墊拿起來 不然可能會滴在上面 那下一個要用做事的就會沾到 所以我們會說先把它拿起來 那如果說上完我們可以再把它放下來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這邊也有 黃色的 黃色的是有關於公測的一些知識的部分 像有些是介紹公測的設備 或是不同種類的公測 它的用途或是它特色 那也有像介紹一些有趣的小知識 像這個沉思者是說 我們在上做事馬桶的時候 如果是像這種沉思者的知識的話 我們的那個直腸跟肛門會呈現一直線 那我們其實可以上得更順暢 對對對 就是有趣又有用的知識 那我們覺得說 因為這些有關於公測或是如測的知識 其實大家不太會去討論 但我們覺得它有些不只是有趣 還有用 所以我們也希望可以一併推廣給大眾知道 那這邊我們做了總共72個的 如測知識跟禮儀 希望可以一起推廣給大眾 對 就是很多人覺得說 外面公測應該是坐式馬桶比較髒 其實不是這樣子 因為敦式的馬桶它是開放式的 所以一沖水那個細菌就直接跑出來 反而坐式馬桶 它的馬桶坐墊的材質 比較不會吸附那個沾黏細菌 對 然後而且現在很多公測有提供 那個什麼酒精或是坐墊子 其實反而坐式馬桶是比較乾淨的 是負責 像比較有趣的標題 比較文字方面的部分 像這個就很有趣 這個是在我們在講說 欸 男生在上廁所的時候 可能後面人不要離前面的太近 不然我們壓力會很大 然後我們要比喻成說 是不是有跟老大在關心這樣子 對對對 還有像這個也很有趣 這個是在講那個 我們在公測的時候 不要隨意亂塗鴉這樣子 然後我們是變成像一個大藝術家 那邊小畫家那邊畫畫的樣子 對 對 這個是在講說我們在上廁所的時候 其實公測裡面不可能隨意張貼一些 自己的貼紙或是文宣的東西 對 那可能會造成清潔人員的一些負擔 對 所以我們是把它比喻成說 欸 你倒是在貼符咒嗎 那種感覺 好像是有貼就有保閉這樣子來講 對對對 蹲在馬桶座上 就是有些女生會怕要 就是外面的公測很髒 就是不想要讓屁股接觸到座墊 比較有些人會蹲在座墊上面 但其實這樣子很危險 因為如果馬桶座墊破裂的話 它是有可能會割傷 對 更嚴重 對 更嚴重 可能會有一些比較嚴重的事情 呃 女生沒有 呃 有可能會有 但是不是賞鳥 對 對 女生不是賞鳥 對 女生不是賞鳥 我 最喜歡這個 就是把那個 就是有些人可能 行動不夠 或是有些年長者 他起來的時候 他膝蓋可能不好 他需要去扶著 然後我們把它轉換成 就是像兔女狼那樣跳舞 要起來 就是一個 對 一個抓 要提醒他要抓著那個桿子的感覺 是可能針對會影響到人家的一些 使用的部分 對 啊你其實脫光就是你自己習慣 其實那沒有關係 你把自己衣服折好 收好 但其實 這是偷窺的人的不對啊 對對對對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便後 大家都知道洗手 可是其實 上廁所前應該也要洗手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我們手上其實很多細菌 啊如果你不洗手的話 再去摸一些私密部位 其實就非常不危險 所以我們上廁所前 其實應該也要洗手 好就是 我們這個角色他就叫方便 那我們這個雙彎 是因為方便還有上廁所的意思嘛 所以我們上廁所 有這72個東西要注意 那我們讓這個主角方便 他來變這72變 那我們是希望大家可以著重在行為的部分 所以我們角色上面 就沒有做太多的設計 沒有太多的特徵 然後也沒有 比較有那個性別的特徵出現 那我們最後保留的特徵是他的眼睛 可以看到 他的眼睛是這個四方形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說 上廁所有這麼多事情要注意 我們要眼觀四方 所以保留他這個眼睛四方形的設定 對 就是這樣子 有一個是那個 記者叔叔很有感的 這個上廁所握手 因為不管是上廁所前 還是上廁所後 其實你的手都是非常骯髒的 在洗完手之後 才是乾淨的 那這個途中 我們就先不要跟人家握手 就算是遇到長官或是朋友 也先不要握手 我們在裡面 好好的上廁所 洗完手出來 再握手就好 好 謝謝 謝謝